爱怡良在第34届金曲奖乌龙颁奖成为最尴尬场面 但苦主陈建伟展现高EQ 接话我现在变成颁奖人了原场赢得如雷掌声 或网友颁发年度金曲风度奖 更让他两届金曲台语歌王 以及是林俊杰江南编曲人的超强背景曝光 不过台上成功就场台下心情却超复杂 陈建伟的小孩昨一日亲眼见证乌龙事件后 哭着问爸爸不是你得奖吗 他坦言心情很复杂 陈建伟在庆功宴时表示爱怡良事后不断向他道歉 甚至连文化部台视也前来表达歉意 他提到自己颁奖前紧张到胃痛 上台紧张讲台词味又开始痛 讲到一半说不是我我胃又更痛 形容自己一整天一直在云霄飞车的状态 陈建伟的妻子阿曼同样也是知名亲子部落客 翻白眼太太 近二日在脸书上发文还原现场状况 称赞老公的反应给了女儿最好的示范 除了谢谢大家的鼓励也强调 爸爸真的不在意啦 阿曼在脸书分享了一张册拍照说 女儿正值在乎输赢的年纪 发现得奖者不是爸爸后难掩失落的表情 但人是给了爸爸最温暖的拥抱 阿曼也说看到丈夫在台上的临场反应 认为是给女儿最好的示范 他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 而且昨晚的失误的确是太多巧合所造成 希望大家不要苛责颁奖人甚至温暖提醒 孰能无过真的是小事情 阿曼说身为妈妈同样也不希望自己孩子因为无心之过遭受这么严厉的责备 特别强调不需如此放大颁奖人的失误以及放大爸爸的风度 认为不管是谁都会这么做吧 原本是一场乌龙却因陈建伟EQ高化解 他过往精力也被挖出 原来今年43岁的陈建伟已闯荡乐坛多年 甚至曾计划要和秋泽 蔡振勋共组成男团 陈建伟高中毕业后便离家北上展开音乐之路 2000年发表第一首作品是何润东的歌曲 日久深情 隔年成为资深音乐人黄大军门下徒弟 与谢明又成为师兄弟 2005年陈建伟原计划与秋泽 蔡振勋三人组成男子团体 后因唱片公司另有考量而解散 即便如此陈建伟人坚持创作音乐多年 曾为林俊杰歌曲江南豆浆油条 1000年以后突然累了 最赤壁爱笑的眼睛编曲 另外在刘德华和徐怀玉的专辑中 也都可见到他的作品 陈建伟除了是音乐制作人 此曲创作人外也是一名歌手 曾凭借2013年发行的首张台语专辑 30出头 获得第25届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和最佳台语专辑奖 2015年再评第二张台语专辑 古伦梅亚 于第27届金曲奖拿下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与最佳台语专辑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托》